东斜西毒有一句经典台词 当你不能够再拥有 你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令自己不要忘记 在没有你的未来想起你 我希望都是美好的回忆 没有我对你的猜疑 试探 一而再 再而三的冷战 没有你对我的犹豫 拒绝 一而再 再而三的伤害 每个天真的女孩 都对传说中的大学恋情 抱有无比纯情的幻想 像所有狗血偶像曲 和严谨小说里的情节一样 她是个白衣如雪的少年 骑着单车 载着你 穿过绿树成荫的校园 你们手牵手 一起去上课 一起泡图书馆 真可惜 生活远远比狗血偶像剧 重口味的多 她符合年幼无知的我 对理想情人的一切幻想 瘦瘦高高的 笑起来比冬日的阳光还温暖 她跳起拉丁的样子 无比绅士风度 她的一切一切都合我的胃口 我很傻很天真的以为 我等到了那个我等了二十年的人 我们是有过美好回忆的 我记得那个下雨天 我被困在别的寝室 你穿着红色的隔衬衫 打裤衩 替拉着人子托来接我 我记得中秋节的下午 你跑到我的素食楼下 等我给你的月饼 我当时正在看王小波 给李银河的情书 爱你就像爱生命 题目多么契合我当时的心情 我记得那新晚会 我拉着同学 陪我看你演出 假装不经意碰到 上好中等待的你 却又不好意思上去说话 你走过来来到我的身边 我们有一趟没一趟的聊天 你出场时 我很激动地 用相错不高的手机 给你录看不清脸的视频 有时候我其实很怀念 那时候那么爱你的我 你很体贴 很温柔 很好脾气 你顺着我 让着我 你每天找我聊天 你对我说晚安 你在微信上给我 唱不成调的歌都我笑 尘土飞扬是你右手 捂着我的嘴巴 可是 我清楚地知道 你不爱我 我记得你曾经在 人人上 对你那些女友说 已经深深陷进去 无法自拔 思念的心 某某 我爱你爱到无可救药 她说 坏脾气的老婆 找个好脾气的老公 你说 我努力好脾气 她说 那些追追不安的未来 你说 有我接着 别人问你有妹子吗 你说 能结婚的算吗 你永远不知道 当我看到你们两个的 这些回复时的心情 她是你想要给她未来的 据说有的人 刻骨铭心地 爱过一次之后 再也不会那么爱了 我不知道 你是不是那种人 这个时候就会觉得很绝望 觉得你永远 不会像 爱她那样爱我 你永远不知道 我心里的挣扎和痛苦 我不知道我们的关系 会维持到哪一秒 我总是害怕 害怕你会回到她的身边 我总是时刻准备着离开 一段感情里夹杂着隐瞒 欺骗 怀疑 占有欲 征服欲 已经不再是当初 付出的那些感情 那天我很想跟你说 如果第一个人可以是 最后一个该多好 可是我什么都没说 因为我知道不可能 我很想跟你说 多希望我们的关系 能够长久 稳定 而不是有今天没明天 可是我什么都没有说 因为我不想让你觉得我给你压力 那个问题到嘴边 我却一直没有开口问你 从头到尾 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可是我什么都没说 我知道你会骗我 可是我不想再用你的谎言自我安慰 快乐的时间那么短暂 我看着它一点点的流逝 可是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知道有些事有些人 是我无论如何都留不住的 不管我多么不甘心 多么不舍得 我开始明白 有些事 你可能一辈子都忘不掉 但一定要放下 爱的最后唯一的纪念 就是你乘衣上的第三颗牛扣 据说 那是离你心 最近的位置 你说的话 在我心中生了根 爱得很深 所以心会疼 记忆 在我的心中翻滚 是不是每一个人 都像我一样 爱的最后唯一的纪念 我们的U盘 发售了大概有一个星期的时间 爱的最后唯一的纪念 是收到了很多听众的好评 因为 当然我不是自爱自狂 因为这次U盘 真的是收录了成一电台 两周年的所有的节目 只要爱做一个人 心痛比快乐更真实 爱为个这样的风刺 在接下来的购买当中 每一百个人 将会出去八位信念的购买者 这种机会获得 我们的专门录制的购买 大家可以选择 我喊的起床 或者 我们经验化的专属 当然也可以选择 小的故事 我为你亲自 被抽中的听众呢 我将亲自 在我身上 过来的 这种重磅的礼物 然后也用这好东西 发作 是不是很吸引人呢 如果是需要的话 可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DJ乘一的智顶微博 点击链去进行购买 当然你也可以关注 微信公众账号 同样是DJ乘一 然后进行购买 还有一种方式 可以直接在淘宝搜索店铺 记号搜索店铺 乘一电台 也可以进行购买 好了 乘一电台12星座 系列优盘 感谢有你 晚安 好吗 我们下期再见 没关系 明天 对 那个 好吗 对